有新聞關於說打風那裏 例如說是8號封球就不會去馬 我再說7月17日遊行的話 其實跟民陣 總之民陣如果決定他們取消的話 我們都會決定取消 我們配合民陣的遊行 因為最終我們那個遊行 是我們是參與民陣的遊行 只不過終點我們決定是終於民陣 但是過去是兩種的處理 官式上或者會的正式立場 8號封球一定會取消的 但是很多時候都會呼籲 你個人喜歡的你就來 因為這個是法律責任的問題 所以不排除8號封球 就算是首號封球 我們都會去的 但是那個會方的立場 基於保險和其他法律責任的問題 就正式公佈是會取消的 是啊 如果民陣不去的話 你們也會去的 如果是8號封球 加四面 不不不 我們如果民陣不去的話 我們正式的立場 但是個人 譬如我自己個人 可能8號10號7號都會去的 這個就是自己決定 因為始終8號封球也會有危險的 其實大雨也會更好一點 但是風球有什麼吹下來呢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能夠繼續呼籲 等同6-4的時候 如果7月2號再想去遊行 是否又重新申請過 我們現在和警方安排著 就是說可不可以 如果因為 我知道民陣那邊都是在做這件事 我們都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如果打風 有8號封球 10號封球這樣 令到遊行取消 可不可以馬上把申請退遲一天 這個是和他們安排的 回答是正面的 就是應該問題不大 但是當然都要得到他們最後的手 還有都要看回 他們那些宣誓儀式會不會是改 應該會改的 照計程度 是啊 比如說改到7月2日 你們猜可能改人數就會少了 不一定 7月2號都是放假的 都是星期一是補假 星期一是星期一 星期二是補假 所以那天都是放假 我覺得應該都會 我覺得反而那個 那個更加會有決心 還有想講講那些大型水馬問題 我覺得警務處這樣的暴震 是令香港蒙羞 還有對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人士 都用到這些水馬 日後你真是面對恐怖分子 你沒有用核彈 我覺得這些水馬不是是強 是是弱 還有你用這些水馬 你香港政府對這些示威人士 是不是對香港的警務人員沒有信心呢 你現在說我們可能有千多兩千人 是不是 還有過去 就是我們有沒有擲石頭 有沒有擲這個燃燒彈 人家外國那些擲燃燒彈 慣常的啦 是不是 我們最擅長就是擲這個紙飛機 擲這個圈 那個什麼圈啊 那個 竹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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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們是飛竹蜻蜓 還有擲紙飛機 是吧 最擅長就是這樣了 你竟然用到這些高過人的鐵馬 水馬 即是我覺得這個是次暴其醜 是的 上次唯一用過一次就是世貿 是不是世貿 是不是叫做 世貿 世貿那次 那次當然我們都覺得很可惡 但是那個有外賓 有非常之很多不同國家來的元首 或者重要人物來 但是這次其實那個是我們的國家主席來的 即是如果他面對 即是他離回他自己的地方 面對自己的人民 是要出動水馬這樣阻止的話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什麽的國家元首 我想問 世貿有些不同 世貿是國際性的示威者集結在香港 是的 那這個就是世貿 他有些是職業示威者 沒錯 那你也有個歷史的因素 亦都好像大教所說 國際的示威者那個尺度 跟香港本來本來是不同的 所以他們從一些防備我們來理解低 即是我們一向是很和平 亦都是自己的國家主席 來到自己的國家 和自己的人民慶祝回歸 即是15周年 要出動這個水馬 是一種很可惡 大家說是肆虐 是虛脅 是一種很心靈的虛脅的表現 是沒有意思和人民接觸的 不如戒嚴 戒嚴 可以戒嚴 他立即一早 他這麼聰明 6月30號 7月1號至零時12點戒嚴 到胡錦濤走都可以的 他可以的 局部戒嚴 灣仔北戒嚴 就浪費水 是的 好嗎? OK,謝謝 好,謝謝